张佳琪 陈玉希实力碾压 全运会连跳五个第一 上演双人水花消失数 大家好 这里是万体坛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双人十米跳水组合夺得冠军 领先美国对手52.98分 如果说跳水是中国体育竞技的王牌项目 那么女子双人跳台就是王中王 而陈玉希和张佳琪两人的默契度也非常的高 在此次全运会 女子双人十米跳水预赛 二人跨省组合 齐齐组合在线 网友直呼太棒了 张佳琪 陈玉希迎战卢维认欠 在第一跳中 认欠和卢维 二人状态也非常不错 默契度很高得分51 接下来出场的是齐齐组合 依然展示出了高度默契和精湛的技艺 两人神同步 二人在线神同步 得分52.20 此时张佳琪 陈玉希低 是在智�ej裡的这个时候 关注2 2 oldie 陈玉希 oldie 陈玉希 第二跳 任茜和卢未出场 二人得分为51.60分 两人状态非常好 逐渐掌握节奏 得分52.80分 接下来任茜和卢未出场 二人得分为51.60分 此时张家琪沉预期第一 上台 三十六点 走 一跳 二 走 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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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跳 任茜卢未两人发挥比较稳定 配合度非常高 得分76.50 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家琪和陈玉希二人 再次发挥稳定 但两人默契度非常高 起跳是一样的 入水水花处理的也非常好 张家琪沉预期得分为80.10 名列第一 淘楼 好 第二 大家可以 我们一起向前 去 摩 来 摩 摩 濕 ove 对 是 好 好 手 这 第四跳 任茜芦未顶住压力逐渐找到状态 这一跳发挥的也非常完美 得分81.18 而张佳琪和陈玉希二人发挥一直是稳定的 两人动作完成度都很高 对水花处理的也非常好 最终张佳琪陈玉希得分88.32 此时张佳琪陈玉希名列第一 只要是一辈子 一辈子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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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三 四 四 八 第五跳 最后这一跳任欠卢未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水花控制的也很好得分77.76 最后这一跳中 陈玉希张佳琪持续扩大自身优势稳定发挥 凭借着超高的默契度将动作完成得非常好 张佳琪陈玉希得分79.63 最终张佳琪陈玉希以353.10的得分 获得女子双人十米跳水预赛的第一名 成功晋级决赛 不愧是齐齐组合 我成功晋级中方都关职 获得等 Zither Harp いて 说 杀 他 你 知道 什么 首先 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